把镜头转回国内 一名外籍司机 当年初一在柔佛州用拐杖 砸破一辆丰田多用途汽车的车禁卸份 最终难逃罚网 柔佛警方证实 现年40多岁的男嫌犯已经落入警网 并延扣三天住查 直到星期三 柔佛总警长古马匹路 当局是在今天凌晨三点半 在云顶高原缉拿嫌犯 同时扣查了他所驾驶的轿车 警方援引刑事法点427 蓄意破坏条文调查案件 罪成者可被判监禁不少过一年 和不超过五年或是罚款 就在前天 一名驾驶三菱蓝色的男司机 疑似不满在南北大道靠近茅坡路段 被一名本地司机阻挡使用紧急车道 结果在对方一致的对峙一番之后 掏出了拐杖 猛砸对方汽车的后挡风波里 火爆的过程 能遭人完全录制下来 引起警方关注 金隆罗站 准备